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文文一起讀 我在脸书的一个社团里看到这一篇 那分享的人是Winning the NTT 我猜他是不是一个机构我不晓得 但总之他分享这一篇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 Wow this is interesting 上礼拜的事情我一定要来把它做成一集 这讲的是Period Pants Period 这个字要是什么都不讲的话它就是时期的意思一段时期 它也可以用在例如说我都没记错好像打那个冰上曲棍球 它还是分三个还是几个Period 也就是一节一节的这样 那篮球会不会说Period 篮球不太会因为篮球是这个 它可以用上下半场First Half Second Half 可是它用NBA的赛事来算 可以分成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 所以那个叫Quarter这样子 但是Period可以用在反正你知道就是一段时间了 那它可以用在英文的文法里面是句点 那用在男生女生就是生理的上面的话 Period就是我们知道女生的月事这样子月经 那你说比较fancy一点的字 或者比较正式一点的字呢 可能是这个报道里面的上面这个小小一个字 它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是men开头 它一定有它的原因 menstr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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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长的一个词 那形容词就是menstrual menstrual 所以要是你今天把这个月经讲成另外一个 循环的话你也可以加它menstrual cycle menstrual cycle 所以这也是 就是女生的那个东西的部分 就一个月来一次一个月来一次 so it's a cycle menstrual cycle period可以 menstruation可以 能不能说是我的big ante大一吗 好像没有人这样子讲 我们中文这样说 可是他们不会 所以再讲的是月亮酷 pants 我听过月亮杯早就听过了 我还听过类似相关的概念什么 避孕环什么这些 都是塞到女生的那个身体里面去的 那 那月亮杯听说有时候拿取出来的时候 还就是那你可能要小心的清洗它之类 因为上面会有一些颜色啦什么的 那可能有的女生会因此觉得没有很开心啊 或什么 可是你知道它其实蛮环保的我认为 我听说啦至少 so ok I'm not going to be too quick to judge 我们先看一下里面的那种 the rise of period pants 就是月亮酷的崛起 所以好像变成一个裤子 are they the answer to menstrual landfill and women's prayers 所以他们是不是后面这些东西的解答呢 所以the answer to something 就是一个固定的用法 so the answer to a question 所以一个问题的答案 那个的 是to 所以我们不会说the answer of the question 是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那也没有for 因为很多人会把for跟to 有点搞混 像solution也是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我们不是说solution for the problem 那有没有for的可能呢 不是没有 像例如说你问了我一个问题 那我有答案了 那我的答案是答案回答你的问题的 可是我这个答案是offer给你的 so I have an answer for you I have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that you proposed so I have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but the answer can be for you 所以这里可能可以变成for 好解释到大家懂 希望你是理解 ok so the answer to a question 所以这里的确用的就很正确 are they the answer to menstrual landfill landfill 这个词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就是那个田土 所以我们讲的那个叫什么 海浦新生地啊或者你知道就是 垃圾掩埋场啊 垃圾掩埋场啊 因为垃圾掩埋场就是把那个地方挖个洞 然后垃圾埋进去 所以他就把它填起来 所以叫做landfill landfill 而是不是就 而且也是女性的这个 祈祷的答案 so the answer to menstrual landfill and women's prayers so 他先前来说是一个niche so previously a niche 还没讲完对不起 a niche expensive products period knickers are now readily available on the UK high street 酷 所以先前他是一个 这个niche expensive product niche是什么反应 就是小众的特殊的市场叫做niche 假设你今天家乡生产一种 非常特别的食用醋 那这个醋真的不容易能够产生 而且只有你家乡的水才能产生出来 我们就会说那是一个niche product 所以要是你offer了一个东西 跟mainstream很不相同的时候 跟主流很不相同的 我们通常就可以称为你有一个niche 好比如说像我制作影片的方式 我目前还在网路上没有看到过 就类似闲聊的方式 我就随便拿一个影片也好 或者是拿一个文章也好 然后我就一边读给你听 一边讲解里面 我认为应该讲解的东西 还蛮少看到 就这个是一个非常松散的 做影片的方式 可是至少我可以每天给你点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我真的常常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你知道吗 我到底应不应该回归到 我一个礼拜精致的出一片就好了 可是我总觉得那一片 对你英文屁帮助都没有 我就是要逼你每天碰英文 所以我每天生一片出来 即便有时候生的很无聊 可是我也觉得 你要是习惯看了 你也就习惯看了 那你可能听到一个字 听到两个字 听到一个片语 你就把它吸收起来 那就功德无量啦 That's what I want 所以 所以我觉得我做的东西也是一种niche 所以它离主流非常的遥远 所以说 搞了半天已经过半年了 不过我还是有成长了 一开始你知道几个人看吗 可能一天二十个三十个 今天一定破百 今天我任何影片 都可以破百耶 多开心啊 事实上真的蛮开心的 那有的时候 有好一点可能200 甚至有可能到300 要是话题有趣一点的话 好了这个不扯了 回来这里 所以这边 它先前是一个niche expensive products 所以是一个niche你已经懂了 并且昂贵的一个产品 那但是现在 period knickers 这个knickers就是裤子 一个不同的说法 然后 readily available 这个片语真的太常见了 就是随便也买得到 就叫做 readily available 垂首可得的概念 这两个词 常常走在一起 你一定要会 就随便也买得到 什么东西现在台湾随便买得到 例如说你 你想要像康氏美趋城市 真的好像在台北随便走几条街 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里面的任何药妆的产品 都是 readily available 或者任何711里面的东西 任何有含糖的 或者是碳酸饮料 any carbonated beverage in Taiwan is readily available in any convenience stores 所以 readily available 希望你记起来 好所以它说的是 月亮库很轻易买得到 在UK的这个high street Women explain why they are turning their bags on single-use pads and tampons 所以女人就解释 解释为什么 她们 turn their bag on something 所以 turn 加一个谁谁谁的 back on 什么东西 也就是你用你的背 去对着那个东西 所以也就是不要它了 You turn your bag on something 这个东西本来在这里 啊我要我要 You turn your bag on it 你不要了 这样大家懂了 很容易懂 所以为什么 所以女人就解释为什么 they are turning their bags on 什么东西呢 就单次用的这种 她用了pad这个字 你说什么pad iPad 才不是耶 这个pad就是一块东西 所以你知道平板也是一块东西嘛 所以为什么平板电脑叫iPad 那你说女生的那个卫生棉条 就是pad 那tampons是什么东西啊 卫生棉条 我刚是不是也讲棉条 卫生 卫生 卫生棉 对不起 卫生棉是pad 那卫生棉条才是tampo 需要我解释这个吗 男生你怎么懂 卫生棉条就是细细一条 然后是女生真的要塞进去 那那个卫生棉 那就是贴在内裤上的 我是不是over explained 对不起 我没有想要给你画面还是干嘛 single use可以说一下 换个题目 single use就是单次用的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换一个说法就是 这个东西是你知道 免洗块啊免洗杯啊什么那些的 你称它single use可以 你也可以称它为disposable 因为用完就丢了 所以dispose就是有把东西处理掉的概念 丢掉也可以这样讲 dispose of something disposable就是你知道一次性用品之类的 那一次性你用single use也说得通 讲了半天才讲到这里 我们能不能至少看个几段 sure ok 那这个故事真的写蛮长的 所以我们真的也不用说看太多 so it was December 2020 and Janet not her real name of course a 53 year old IT consultant from Edinburgh was doing her weekly shop in the Sainsbury closet to her house sure 所以反正他讲的是 时间最后回到去年的年底 December 2020 而这边有一个假名的人叫Janet 53岁的一个IT consultant consultant就是你知道顾问 从哪里来啊 这个字我们倒是可以说一下 爱丁堡 我也是有一点被以前的有个朋友纠正过 我才知道 哦原来不是这样念 所以他不是念做Edinburgh 他念做Edinburgh 所以有一个这个Borough这个词 就什么什么乡镇或之类的 有时候会用这个做当结尾 OK 像加拿大有一个我比较熟悉的地方 叫做释迦堡 释迦堡就叫做Scarborough Scarborough 所以后面是Borough 所以爱丁堡其实也是Borough Edinburgh 那更长的发音是Edinburgh Edinburgh Edinburgh 所以不是念做Edinburgh 是不对的 那这里看起来像Borough而已 有笨喔 OK 好回来这里所以他是Edinburgh 那他在每个月去shopping啦之类的 那在这个店叫做Sandsbury 英文的Toylet Row Meat and Vegetables 所以这里用一个导装具 所以总之啊 这个就是他把这些东西放到他的菜篮里去了 就In went 而且是导装过来的 所以这个Toylet Row的话就是你知道 衛生纸啊 然后肉啊 蔬菜啊 She wield her trolley onto the feminine hygiene aisle 酷了这个词 我们学一下 所以他接下来把他那个推车 就推推推推到了女性的那个卫生用品区 所以这个推推推推车就叫做Trolley 好 多学一下 所以賣場的推車 就叫 trolley so she wheel 那動詞你看用的很正確 用輪子的滾 so she wheeled her trolley unto the feminine hygiene aisle feminine 女生的 hygiene 也是 就衛生的另外一個詞 像有一個詞叫 sanitation 也是衛生 像例如說我們講說那個洗手的那一種 就噴一點然後在那邊那個 那個我們叫做 hand sanitizer 所以 sanitize 就是把東西弄乾淨 甚至可以用在一些比較抽象的地方 像例如說我們這邊有一個影片 那影片一堆髒話 那我們把這些髒話全部消音掉 我們也可以說我們在 sanitize 這個影片 ok 弄乾淨它 所以 sanitation 是衛生乾淨 那 hygiene 也是 我大概個人會認為 hygiene 比較常講到的是個人方面的 所以如果我們要講個人衛生 我們通常講的就是 personal hygiene 比較不會講 personal sanitation 那個字 那還有像是 hygiene 會用在像 據我知道洗牙師就叫做 dental hygienist 所以也是牙齒衛生 也是衛生這個字 所以 feminine hygiene aisle 那 aisle 這個字就你知道走到 我們以前講情色文學講過這個字 我都還記得 然後看到了 a pair of period knickers they were 12 磅 ok 12 pounds 所以看到了一件這個 period knickers 所以這剛剛所說的月亮褲 然後他那時候12 磅 哇塞 真貴 ok 所以他就皺眉頭 然後他就想著 she frowned and considered frowned 就是皺眉頭 很簡單的一個字 she had heard about period underwear a friend raved about her thinks 所以這個東西竟然名詞叫做 thinks 好酷喔 thinx ok 所以有一個朋友就 rave about 這個 rave 一般來說像以前叫瑞伍派對 吃搖頭玩的那一種 那他的動詞用法就是 對一個東西感到哇超棒的很狂野 所以有時候一個電影或什麼之類的 得到很棒的回應 我們覺得說這個電影有一個 rave reviews 就是我們看到這樣一個詞 so if you rave about something 就是你對他覺得 喔推薦你也超棒的 so janet had even been on the thinks website 所以他還上過那個 thinks 這個產品的網站 but the cheapest pair with delivery were more than 30 pounds 所以在那個時候 yeah 我們知道這是更過去的事情 所以他用了一個過去完成式 所以在更早之前 最便宜的一個 pair 加上運費 要30磅 oh my god 所以12磅對他來說 已經是少了超過一半了 so it was quite a lot of money if I didn't like them 就是不喜歡 也還是很貴 你知道這種personal hygiene 的東西 可能不能退 there's no refund for this she says 所以他很好奇的是 對於一個 perimenopausal的人 有沒有用 would it even work for someone who was perimenopausal 所以menopause 這個字先看一下 menopause pause是停下來 你知道 pause對不對 前面加個menal 總之我簡單的解釋 就是女生的更年期 那這裡講的perimenopausal 變成一個形容詞 是什麼東西呢 因為我的Microsoft 還認不出這個字 那這邊我已經先找一下 所以這邊講的是這個 經歷 他講的微庭驚奇 那我們英文讀一下 因為我也搞不清楚什麼 就是微庭什麼鬼的這樣子 所以這裡講 of or in the period of a woman's life shortly before the occurrence of the menopause 所以這在講的是你 快要更年期到了的事件 before the occurrence of the menopause 所以就一個period 在那個之中這樣 之間的時候 好anyway 所以回來這裡 所以他已經都快停經了 那會work嗎 had recently gone back to using sanitary towel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she was a teenager because she found it too uncomfortable to wear a tampon 所以他同時間 他還又回到去用 那個sanitary towels for the first time 所以他用另外一詞 叫sanitary towel 我猜也是那個衛生棉的意思 好anyway so Janet tossed a pair into the trolley 所以他就買了一件 I thought 12 pounds is not that extortionate 這個詞用得好有趣 我們上禮拜好像才上過這個詞 叫extortion 那我們知道他叫做敲詐 所以他把加一個net的結尾 變成形容詞 所以他就講12磅啊 不是那麼像敲詐啦 so 12 pounds is not that extortionate cool I'll buy one pair and give it a go 我就買一條試試看吧這樣子 It was very much an impulse buy cool 所以對他來說 那個就是一個衝動性勾 所以impulse purchase impulse buy OK It was an impulse buy At home she took them to the bathroom sink and dribble water on them 所以把拿到廁所去 然後洗一洗弄一弄 弄點水 just to have that confidence Oh I see 滴了點水在上面 為什麼 怕會漏嘛 你知道女生最怕那個東西漏 然後可能就會難看對不對 So dribbled water on them just to have that confidence that they'd absorb the liquid 所以他只是要有這樣的信心 就是他們會吸這個水這樣 She watched astonished as the knickers absorb the fluid Fluid entirely 所以他就是非常驚訝的看著 看到他這個 knicker呢 把這個 fluid完全吸收進去了 Then she got back in her car and drove off to buy another pair 然後上了車 又買了一條 She has never looked back 什麼叫has never looked back 從來沒有後悔過 所以這個look back 可以被理解為後悔 You don't look back on something OK 就是沒有後悔 I was really skeptical at first 原本非常的skeptical 所以這邊這個詞skeptical 英式的拼法就是 你會覺得它好像唸成septical 因為它這邊是c 那你看我的這個microsoft的這個word 他還幫我糾正成了k 因為美式的拼法是k 那發音都是skeptical OK 所以一開始非常的skeptical 所以托福跟亞瑟的同學就要小心 亞瑟就會拼成c的拼法 那托福就會拼成k的拼法 所以你就要去習慣他 但大部分同學只選一個烤就是 所以這可能也不是一個問題 So I thought I put a pair on and have to change them as you would a pad 所以他以為你要穿一個這個褲子 put a pair put a pair on 然後得換 and you would have to change them as you would change a pad 那這裡的change 因為前面出現過 他就可以把這個動詞省掉 這也是一個文法規則 So I thought I put a pair on and have to change them throughout the day as you would a pad but there is no odor and there is no dampness 所以但是就沒有氣味 oder 這裡有oder也是英式的拼法 odour 美式拼法就是odour and there is no dampness 就沒有那種濕的濕透感 damp damp就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沼澤感那種 ok and it feels cleaner as well 也比較乾淨的感覺 所以沒有那種dampness 所以很難相信 吸完水之後他不會有那種dampness的感覺 damp ok So Janet is one of the many women and girls across the UK discovering the joys of period pants 所以接下來才是完整的一個報導 但我們剛看過那個故事的部分 其實也就已經蠻不錯 我們學到蠻多的字了 那我想時間到這裡大概差不多了 有興趣的非常歡迎你去把它看完 這個報導還真的還頗長的 然後當然其實月亮 poo的東西在台灣好像也就已經有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看外國人怎麼使用 有什麼心得 所以ok 我強調一下我常常帶這個文章的目的 都是希望你有興趣的可以去自己把它看完 好我們講到這裡可以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